1894年7月25日封岛海战爆发甲午战争 开始由于日本蓄谋已久而清朝仓黄荣战这场战争以中国战败 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到中中国清朝政府迫于日本军国主义的军事压力于1895年 4月17日限定了马关条约 可以说甲午战争的结果给中华民族带来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 大大加深了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的程度之后的1962年长影制片导播的甲午风云 上映其中有一位将军被打成了贪生偷安的鼠辈小人 他就是北洋海军的右翼总兵坚定远见管带 刘不禅这位将军说重要也重要因他乃是中国早期一位重要的海军将领说 不重要却是因他在电影放映之前不怎么有名寻常老百姓都不认识他甲午风云 这部电影把刘不禅将军刻画成一个不折不扣的小人 这是否就是事实呢 正如物理看花各不同相信的人在遇他为他鸣不平 怀疑他的人百般劫难他骂其胆小如老鼠 庸才在没有斩钉截铁的证据面前学术界讨论这个问题 本来很正成熟料平地里却又起了一场大风波 刘不禅又名刘子湘福建人 他出生的那一年正是爱心觉罗一炷灯 今后的第二年在闲庆丰年的美好日子里流若惯未知变好 进了由乡上能人创办的福 周传正学堂是当时驾驶单的第一批优秀毕业生 正直年尚有为他担任过建威兵船馆 但更是在其25岁时成为留学生出海学习水军知识 他在英国的那些年刻苦学习 努力钻研成绩总是由于他人中将斐利曼特 对他也是赞不绝 口说他总是学习到深夜累了 就在案板上小事一会儿 青史搞刘不禅船趁此人是 青人中最了解海军战术的一个 奉三岛海此中亦有船 回国后刘不禅充分发挥所学知识 亲自撰写了条文成为李鸿章以期加强中国的海军力量建设 并且向李鸿章建议 中国应该主动防御提出 自由铁甲兵船一战位首的方针光绪年间 北洋海军正式成立 丁如称担任了提督一职刘不禅 则担任了右翼总兵并兼任定远 舰管带一直1891年北洋舰队访问 日本日本方面邀请丁如称 刘不禅等北洋舰队高级将领 上岸敷衍唯独刘不禅 并敢敢妄为深恐假宴会 称我不被偷袭我剑我必留剑预防不特 黄海海战打响之后 北洋舰队临危受命与日本侵略者 在黄海闪开激烈战斗击战中兵 乳昌身上挂了踩根据条例 当由刘不禅大为提督之后 他击中了日军军舰松岛 耗使其战败而逃 第二年日本侵犯危害未定远 见不幸众大刘不禅是死如归 下列诈毁定远号 以免自敌之后随着定任剑一起 永坠深海光荣牺牲礼 红扎或稀后深感惋牲在刘不禅 当年直沉玉日之际 事实言真心心情欲略 将刘不禅照提兜阵王力从幽 次序是习其都位加一等云席位 其实在国内早期 对于刘不禅的评鉴还是偏向于正面 积极的持重又久曾写过一本 由军门自相势略 里面详细介绍了刘不禅在朝廷停止 给北洋海军 购买新装备时的态度和看法压世中 日甲午战争打响的前三年 清廷户部认为应该停止购买 船舰两年刘不禅还因此恳求 李鸿章上套朝廷言说 中国新式海军的重要性 他认为正在密谋发展的日本 必将成为中国的威胁不可不防 李鸿章没有表态刘不禅目自剧烈奋起质问说 平时不被战装备不到位 以后打仗出世来谁负责 其他人都装龙作雅豪不在意时评价 那他说刘不禅的忧国之心刘禄在他的言辞之中 毫不作为是个好将军 刘不禅由于在黄海海战 中护国有公安受到朝廷的奖赏 在他葬身于赴之后李鸿章和 一单朝廷大臣才敢叹起昔日刘宇 并非希望以后直至北洋海军落梅军没有能力挽狂 来的优秀将领 了在时众佑的记载中刘不禅 是这样一位忠于职守的爱国将领 正所谓一枚硬币也有正法两面 刘不禅也背赏 在定远见上任职回国后写了本书叫《在中国牵线》 这个人叫泰来奇书对刘不禅可谓十分 不由好称其位 贪生怕死 苟且偷安的诺夫在黄海海战 中作缩头乌龟 以求自保 1929年这本书出版了 被还在外国深造的张盈林翻译回国内并发表刊登了一文 一经刊登市井小巷乃至学书界一片哗然 成一念导的趋势 自此刘不禅在中国就背负了 骂名成为中国近代海军将领 中一个反面教材受各种反流 思想的洗礼讲停服 在出版他的作品 使把刘不禅的战略部署说成是胆怯 妄图自权 范文郎更甚在中国近代史 忠称之士诺夫一个罪名也条条 事到由于犯在学术界有很高的地位和影响他的话也 就成了荆科预言 受到中国学术界的普遍认同和许可刘不禅 似乎就这样被一棒子打 死了直到某天学术界研究人员 认识了很多前北洋舰队的人员 和一些熟悉当时真实情况的老人便知道了许多关于刘的品行和真实事件 从谈话中研究学者发现刘不禅的人格魅力 令这些老船员深深叹服 而绝不是什么懦夫猫种 甚至原来定院舰上的水手陈静勇也说 刘大 人韬光兰会智勇双前船上的伙计们 各个都是好战士 这样发自内心的赞美之词 可不像虚假之词啊 随后研究人员发现了一份资料是离析 听写的他是冰心父亲的故友 而谢宝章本人曾是来源 浩的二父后来担任了某海军学校的校长 因此对北洋海军特别熟悉他的一份回忆录 似乎为刘不禅的番局埋下了伏笔 并远管带刘子香早年去英国习海军城 既贯诸生提前归国北洋水师创建之初一些规划 多出其手 他在大东沟一战中 指挥努力钉入仓富商号表 现有为出色有物其切战者特赦扬杨元之蒙碧儿 杨元泰来戴勒尔常倡议 共致致力巡洋快船交其本人指挥刘子香文之从中耿祖 泰来愤然每行机诋毁至此后 泰来又欲谋总教习一执意受阻 于刘子香出汉纳根建议 提督以泰来为其既任辱昌未绝 刘子香文此意 立臣泰来之为人也心难击中将混是辱 昌伟之泰来乃大分意先怒刘子香 刘子香就是刘不禅 这样看来似乎刘不禅的真实原因 就已经找到了那么 对于刘不禅的负面评价 更是时候翻一番了无独有偶研究人员 在一次偶然中看见文史哲 曾发表过一篇题为 乐甲五黄海大战与中国北洋海军 得文章由郭教授和他的弟子署名 他们认为 搞清楚刘不禅变换阵型的原因 自然就搞清楚了 刘将军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并明确指出了刘不禅并不是惧怕敌人 而进行所谓善改阵型 而且在黄海海战中那些热血儿狼 们都骁勇善战 以意当时十分英勇 这都是值得撑到的这篇文章的发表 未先开刘不禅 头上的屎扣子打响了第一枪甲五风云 这部电影供应后 受到了全国民众的喜爱 诚然这部电影 所讲述的历史史实大部分 是没有问题的 且为了激发中国能人知识的爱国热情之初衷 也是值得肯定的 但是亦数既然来自生活 就必须要求其余史实的符合度 因此这部影片的价值 从某些意义上 讲是值得删却的影片 是用泛老的作品做篮本 便将刘不禅刻画成一个贪生怕死的侠 爱知识应该可以说是这部影片 失利的地方 曾有学者向报社投稿讨论 应该重塑刘总 兵的个人形象 但是却被推稿了的确在大动乱 等年代报社也要顺着社会导向来看问题 但是主编肯定了稿件的依据和事实 只回复了不疑 发表直到大动乱 结束后沈阳举行了一个中国近代军事史 书稿讨论会之后 各路专家学者云集于此大会上 有专家写了一篇关于负评刘不禅的论文 引起了强烈反响专家们都认为 重新对北洋海军将领刘不禅 进行评价是一项大 突破让人有所感悟 有所启发 这次大会为众评刘不禅开了先河 但是在学术界还没能 达成一致意见 对刘不禅的评价 仍然分为两派两派学者 比更不错用文稿展开了激烈的交锋 摸了好几年的嘴皮和仗 其中有几篇 比较重要的文章便是刘不禅 黄海战技考和英人太来 甲午中日海战线文记质疑 前者指出应当把人物的生平经历和真实 作为当成刑判的第一标准 有史可查 刘不禅在黄海海战中指挥有方善 于抓住正确的战机打败敌人 他更是身先士族机伤 多搜日本军舰 例如敌军长官所在的西金丸号 赤城号 以瑞号等更是重创了敌旗舰松岛 号自此这样一位有勇有谋 能争善战的爱国将领形象 就约然指上 老后者从诬告之源 也就是泰来的所谓事实出发 强调派对刘不禅有关事上的私仇 虽在回忆录丽次一抹 虽丑化刘不禅至于擅自改变阵形 更是无稽之谈点人耳目 就在这样的争论之下 刘不禅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已经有一个很明确的答复了 往后社会上对于刘不禅的评 价也逐渐回到正轨 发表的文章 大都也不再诋毁 这位爱国将是了至此重评 刘不禅的事情也算是 完美落幕了 我们也认这位将军九泉之下 也能拾起 他的爱国热情 激励中华儿女 为一个更美好 安定的国度 而奋斗参考资料 轻使搞刘不禅传 甲午风云 刘军能自相势略 刘不禅黄海战记考 央人泰兰甲午中日海战线文迹质疑